为什么老虎在内的都叫猫可动物啊 它怎么不叫什么豹可动物呢 对不对 一个让唐僧看了就喊 悟空救 一个成为了现在国民猛虫 一看见就想说 差距这么大的两个物种 为什么都属于猫可动物呢 大家好 我是朱宰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 首先外形上两者就非常相似 有可能说老虎就是一个大猫嘛 当然了不光是外形相似 最主要的原因肯定有 那就是认识归宗 在第三季时期的时候 古食肉类中的猫型类 有古猎豹类 古剑食虎类 伪剑食虎类 以及古猫类等多个分支 不过到后来呢 其他分支都被淘汰掉了 只有这个古猫类幸存了下来 后来这个古猫又不断分化 分化成了真猫类 孔猫类和真剑食虎类 等到了第四季冰河期的时候呢 这个孔猫类和真剑食虎类也灭绝了 只剩下了真猫类这一只 真猫类呢又逐渐分化成猫亚科 和豹亚科两大类群 所以啊 古猫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老虎啊 豹子啊 蛇蜜啊 等猫科动物的祖先 这下明白了吧 为什么都叫猫科动物啊 都是一个古猫类的 它们的祖先都是一个 不过除了这个认祖归宗呢 猫和老虎的相似行为也特别多 比如这个流线型的体型 对不对 修长的这个四肢 细长的这个尾巴 以及这个锋利的爪子 和这个尖锐的牙齿啊 捕食的时候呢 这两种都擅长隐蔽 吃饱了之后啊 都喜欢摆出懒洋洋的样子 对吧 躺在那里 那么很多人肯定好奇了 对不对 那你说猫和虎 竟然是一个祖动 长相技能上 也很多共同之处 那要是把猫放大成老虎一样大 那猫是不是也有机会 打老虎了呀 这个还真不行 总体来说啊 与老虎相对比啊 就算把猫等比例放大 它的咬力 全齿 稳 也不如老虎 虽然它灵活性 可能会比老虎强一点啊 但是实力不够 也白扯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野生生物